消毒人員全副武裝噴灑消毒液 每個角落都不放過 桌面椅子就連電梯都仔細大消毒 這裡是司法新校院本部清消原因 是因為外界傳言 有一對夫妻黨法官的家人疑似確診 前兩天有一些我們研判 雖然不清楚 但是說研判也可能是有這樣的一個其他的關係 有時候去龍山市買什麼 賣菜是買竹筍是不是 到那邊去買竹筍 後來都是有另外的關係在 除了竹筍顧及隱私 陳時中沒多說 而夫妻兩人則是開庭到一半退席 返家自主健康管理 由於傳出有法官的家人確診 因此司法院新夏院本部除了全面重新消毒之外 也會和法務部演你相對的應變措施 如今雙北市升級為三級警戒 法院地檢署也有對策 像是檢察機關非有必要暫緩傳喚案件當事人 包括律師開庭到案執行 如果必要傳喚時落實全程佩戴口罩 維持社交距離 如果是抓通緝犯或是逮捕嫌犯後的訓問方式 就可以選擇遠距視訊就地訓問 或是地檢署隔離訓問 另外在矯正機關的部分 宜蘭北北基陶的監獄 除非業務必要一律暫停面對面接見 台灣疫情有擴散趨勢 政府機關動起來加強防疫 嚴謹態度一刻也無法鬆懈 TBS新聞蔡明勳附定華 無限SNG小組 台北市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 TBS News頻道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BS新聞APP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